你看你看 你知道那是谁吗 是呀 她就是苏总的千金 背来的内衣女王 真的假的 真的 内衣女王苏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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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您请坐 我是陈玄瑄 咱们桃然文学网的作者 也是社长的助理 陈小姐 我知道你 桃然文学网的言情女王 你可真是全才啊 谢谢 陆总 我上一本小说刚刚完结 是女品小说榜的第一名呢 你有看过吗 陈小姐 我们陆总很忙的 社长什么时候到呢 社长说请二位稍等一下 他马上就过来 我先去给二位期查 请稍等 好 谢谢 你找谁啊 你好 我是苏建安 我想找一下社长 你就是苏建安 对 是我 你就是玄瑄姐吧 幸会 幸会 杜社长今天没有约你 他正在会客 下次再来吧 下次是什么时候啊 你等通知吧 你好 请问您是 你好 我是你们签约的小说作者 这位应该就是社长吧 社长 你好 我听说您要停了我的小说连载 这才从外地赶了回来 就是想当面问问您 这小说连载得好好的 为什么说停就停啊 这位小姐 您误会了 不就是给了点赞助费吗 你们就这样啊 抱歉 这不关我们的事啊 社长 今天的这个事情 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否则我就跟你没完 陆薄言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对了 林楠杀人事件 是你写的 对啊 怎么了 哦 哦 我明白了 你们当初签下我 说是看着我的文笔跟才华 原来都是骗人的吧 怪不得不给我的小说做宣传 是想看我的笑话吧 陆薄言 我跟你没完 你看什么看呢 我在跟你说话呢 你赶紧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听见没有你耳朵聋啦 你怎么到现在 还是这么不讲道理啊 我不讲道理 到底是谁不讲道理啊 听了我的小说 还跟我爸一块来设计我 陆薄言我告诉你 你会后悔的 好 简安 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嗯 太好了 你们两个出来吧 记得请我吃饭啊 又输一顿饭 喂 苏简安 王帅说的话你也信啊 苏简安 该不会你脑子里装的 都是脂肪吧 我说 苏简安 简安 怎么了 蛇不得大家猫 舍不得大家猫 要你快 有话快说 有话快说 这 怎么了 陆总 您是对我们的公司估值 不满意 不 我觉得价格非常合理 你可吓死我了 那我们五天后签投资协议 我就恭候您大驾了 陆总 您也在参加我们和苏氏林这个活动 回头我让学院多给你松几套过去 不 我最近其实一直在看贵公司的一本小说 叫林南杀人事件 只不过 突然就找不到了 那是赞助方 突然要在小说页面上做活动 你看 我马上交代下去 立刻恢复更新 那就先这样吧 好 好 陆总 董事长 不必送了 好好 那 那二位慢走啊 慢走 作者大大 出什么事了 小说页面怎么变成内衣活动专区了 十分抱歉 小说可能要停更了 再有几个小时找不到人结婚 我就要被逼继承嫁业了 你可以去公园乡亲角找个人闪婚 这倒是个办法 不过这是下下策 谢谢你的建议 简安 小夕 你终于来了 你知道吗 我爸这次是真的把我逼上了绝境 什么事 跟姐妹说 帮你出终意 我被我爸给套路了 要是再找不到结婚对象 我就要回去当内衣女王了 我觉得当内衣女王挺好的呀 真的是扶了你们父娘了 真的是扶了你们父娘了 让我想想 要不咱们去酒吧找帅哥 嗯 洛书欣 哦 考虑一下你的青梅竹马江少凯啊 我觉得不妥 我觉得妥得很 你的兴趣爱好身高体重小学中学大学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 保证叔叔问我什么我都可以应对如流不会穿帮的 对不对 兄弟 靠你了 成了 本姑娘请你喝酒 我可是专业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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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这儿呢 你想想的是什么呢 那是我爸 小凯啊 干嘛这么客气 好久不见了 叫叔叔啊 你们什么时候好生的呀 我怎么不知道 有两年了 我从小就很喜欢简安 本来要再多发展两年了 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突然 两年不短了 叔叔所言极是 两年前 一个风雨交加夜深人静的夜晚 我跟简安情不自禁 我跟简安情不自禁 叔叔你放心 我一定会负责的 我一定会照顾简安 一辈子的 嗯 简安 嗯 哦 爸 你刚才不是已经说了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就是吗 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干得漂亮 必须的 我女儿喜欢吃甜豆腐的 还是咸豆腐的 爸 叔 甜的 哦 咸的 她不知道我 别蒙了 买单 我请大义了 站住 坐下 还有二十四小时 爸 你非要比我随便找个人嫁出去吗 是你自己说已经有结婚对象了 加油 只能用凹托欣然的办法了